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曲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活出真正的你 有一部韩国电影 名称叫《82年生的金志英》 内容描述 1982年出生的金志英的生活 从学生时期进入职场 到组成自己的家庭 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心路历程 例如女主角金志英刚出社会时 即使表现在好 升迁的机会也永远轮不到自己 因为主管认为 女性怀孕就会离职 公司不必花心力栽培 就这样 身兼母亲妻子儿女等 多重角色的金志英 并承受过多压力 而喘不过气 渐渐出现疑似人格分裂的症状 有时呢 会突然变成自己的母亲外婆 或是大学时期的学姐 将金志英的真心话说出来 而金志英的先生早就注意到妻子的精神状况 希望她接受治疗 在治疗中 金志英向资商师坦诚 她并不讨厌现在的生活 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某个人的妈妈 她感到幸福 但有些时候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资商师便鼓励女主角金志英 在面对任何情况时 试着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不要压抑真正的自己 适当的表达 让情绪有抒发的管道 这也才使得金志英开始有了转变 亲爱的朋友 电影中的金志英平板地期待 自己的生活可以做自己 欣赏自己 喜欢自己 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而当她勇敢地面对自己 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时 她也才真正懂得 并且接纳自己的独一无二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我的被福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意思是我们的生命奇妙可畏 在我们还没有出母亲的肚子出生 上帝就知道了我们 并且上帝欣赏我们 对我们有无限的期待 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评价 跟看法 虽然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 我有什么奇妙 有什么特别 但上帝对我 有比对我自己更正确的看法 上帝对我 比对我自己有更大的期待 上帝对我们很有信心 因为他相信他的创造 亲爱的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上帝赋予的 上帝要我们欣赏自己 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上帝知道你本来就不完美 但他仍然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 电影中 女主角金之音的人生遭遇 再一次地表达出 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与价值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以真实地做自己 欣赏自己 喜欢自己 今天 愿上帝的爱临到你 使你也可以真正地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 无论是你觉得的好与坏 因为上帝说 你的受造奇妙可为 当你明白自己的身份与价值时 相信 你也必能经历到 上帝要给你一切的丰盛与祝福 上帝造万物 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